如果不看品牌,大家看看這個鏢子的造工 你覺得這個造工漂亮不漂亮,打磨,製作 它不是勞力試,今季出了幾隻顏色面的鏢子 在網上是零討論的,沒有人會理會 看回這個手錶,早幾年在經濟起飛 香港手錶市場好的時候,這些鏢子定價幾十萬人買 還在專門店買 它是一隻annual calendar的天文台鏢,是年曆 自己懂得看,跳大小月份,一年只是教一次 這條鏢子造工很漂亮,加厚了個盒子 有一個我都覺得手工很特別的設計 這條鏢子的接扣,少見到這類型的扣的部分 這條鏢子是我近年玩過的手錶,除了AP以外 只是單頭,重到無論 我相信不是裡面塞鋼的設計 機芯是一個依塔的機芯 又不是特別的,一個annual calendar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相信在香港的網路 或者在全球都沒有人會說 有這個保齊來的手錶介紹 在香港暫時沒有見過人在影片裡 去介紹一隻金的,這個叫做柏拉維系列的手錶 其實在後來有些再進步的,有些44mm 有Power Reserve,有幾個鶴型 其實都是想著掩置一些較為複雜的市場 當然現在你經歷過這麼多事之後 這些手錶的定價,國際市場來說 當然是覺得貴 但是我會不會跟大家討論 一隻annual calendar,超重紅金的Corno 它的基本價值是多少呢? 你是不是想著要付兩萬多元 可以買到這類型,連買金接購的手錶呢? 它當然不是說可以跟一些大品牌的金錶 去比較,它的銷售 但它的質量或者造工,其實我覺得是好的 是直接做得打磨,各樣是好的 大家看到這些各樣的線條部分 不過看到這些價錢,我相信 第一,那些人都會馬上放下 看完之後都覺得,怎麼付這些錢呢? 但當現在的手錶已經不是說 那天看了一篇台灣文章,它是手錶的基本值 看完之後都是很感慨的 因為有些手錶是基本值的 它不會說兩萬元買到的 但有些手錶它本身只是值幾萬 轉頭變成二十幾三十萬 或者十幾二十萬 那些才是蟹人 好,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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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